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天然渔场之一 千帆近渡 万州入海 开启金秋的寻仙之旅 舟山渔场地处长江入海口 台湾暖流和沿岸寒流在此交汇 洋流搅动 养分充足 不计其数的浮游生物在此繁殖 吸引了大量的渔群 造就了这片富饶的蓝色海域 我看到远处的船都回来了 那么咱们今天晚上了 咱们去一下这个水产码头 准备来去多买点带鱼 凌晨 第一批新鲜的渔货 送往了舟山的海鲜水产市场 吃海鲜要赶早 天色未明 市场里却熄来攘往 繁忙无比 此时大厨郭金伟带着徒弟 已经在这里挑选最新鲜的带鱼 郭金伟地道的山东汉子 从部队的炊士兵成为了舟山远近闻名的厨师 从一二十多年来 他潜心研究舟山海鲜烹饪记忆 用带鱼就能做出五十多道菜 带鱼的骨架简单 鱼肉柔软娇嫩 很多北方人第一次吃海味 都是从炸带鱼开始的 我家去炸带鱼 等于是整个村庄 半个村庄可以 都能闻到这个香味 小火煎 外层变得松软酥脆 焦香四溢 加酱油红烧 鱼鲜甘味 酱香浓郁 无论是油炸 红烧 带鱼的鲜 都能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家烹带鱼 满院飘鲜香 从沿海到内陆 这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海味 尽管带鱼的做法很多 但在郭金伟看来 舟山带鱼 骨小体肥 肉多次少 最让它满意的烹饪方式 就是简单的蒸煮 这样才能保留 来自海鲜的那份最初的鲜 新鲜带鱼去掉鱼鳍 带鱼切断 摆入盘中 加盐 激发鲜味 加入料酒去腥 水烧开后 将带鱼放入蒸锅 蒸至8至10分钟 外层银枝裂开 鱼肉细腻温润 鲜香四溢 撒上香葱墨 点缀红椒丝便可食用 简单的做法 保留了纯正的鲜味 如果说清蒸带鱼 是郭金伟对带鱼最直白的表达 那么鲜美的带鱼饭 便是他对周山渔民文化的弘扬和传承 挑选肥瘦的带鱼踢骨 切成宽条 鱼骨和鱼头不能丢弃 小火煎出油脂的鲜香 熬出骨汤 用于蒸饭 大米洗净装入砂锅 添加切好的白萝卜丁 火腿丁 青豆 倒入鱼骨汤 放入蒸屉中 蒸至八成熟 从蒸屉取出砂锅 摆上带鱼肉骨 撒上白菜丝 砂锅至小火上 微干水分 鱼骨汤全部被米饭吸收 这个过程有点像 制作广式煲仔饭 带鱼鲜嫩肥美 肉味醇厚 经过充分的搅拌 谷物的清香 和带鱼的香气 融合出浓浓的瑜伽气息